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星图闪耀之旅 赵丽颖,出身普通家庭,凭借对表演的热爱和不懈努力,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她精力拒绝与挑战,通过学习和积累,终于已经占演技赢得观众认可 她始终敬畏角色,追求更高表演艺术,与粉丝真诚互动 如今已成为中国电视剧界璀璨之星,用实力和热情书写着演员的星光梦想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在璀璨夺目的影视天空中,有那么一颗星,以其独特的光芒和不懈的努力,滑破寂静,绽放出耀眼的光辉 她就是赵丽颖,一个用演技说话,以角色感动人心的女演员 今天,让我们走进赵丽颖的演员成长之路 一探究竟这位演技派的明星是如何练成的 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的赵丽颖,从小就对表演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她的童年记忆里,总是少不了电视机前模仿电视剧中人物的情景 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给她铺设一条坦途 在演艺之路的起点,她遭遇了无数次的拒绝与挑战 但她没有放弃,而是更加坚定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时间回到赵丽颖出入行时,那时的她仅仅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面对镜头,她显得有些声色,但每一次的尝试都让她对表演有了更深的理解 她知道,要想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远,就必须不断学习和积累 于是,她开始参加各种表演课程,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演技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赵丽颖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转折点 一部古装剧让她首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在剧中,她饰演的角色虽然不是主角 但她凭借着细腻入微的表演,让这个角色生动而真实,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这不仅是对她演技的认可,更是对她多年坚持的最好回应 随后的日子里,赵丽颖的事业如日中天 她不仅在多部电视剧中担当主角 更是凭借精湛的演技,获得了众多奖项的肯定 她的名字逐渐成为了收视率的保证,她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了话题的焦点 然而,即使在光环的照耀下,她依然保持着初心 不忘初衷地追求着更高的表演艺术 在赵丽颖的成长之路上,她始终保持着对角色的敬畏之心 她认为,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新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超越的机会 因此,无论是在剧组还是在生活中 她都在不断地观察、学习、体验 力求将每一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除了对演技的追求,赵丽颖还非常注重与粉丝的互动 她经常通过社交媒体与粉丝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真诚的态度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心 她的粉丝群体也因此日益壮大,成为了她坚实的后盾 如今,赵丽颖已经成为了中国电视剧界的一颗璀璨之星 她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源于她对表演的热爱、对角色的尊重以及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相信 赵丽颖会《长空之王》首映大获成功 是非原的故事感动无数观众 电影《长空之王》由导演刘小士指导 王一博、胡君主演、周冬裕特别出演 4月28日上映 影片讲述是非原挑战极限 肩负重任的故事 融入了对是非原精神的深刻描绘 剧情自然 演员演技出色 特别是王一博饰演的雷鱼角色 深受观众喜爱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由才华横溢的导演刘小士长靖 实力派演员王一博与胡君领弦主演 更有周冬裕的特别出演 电影《长空之王》已定当于4月28日震撼上映 首映宣传的时机选择的恰到好处 正值中国航天日的前一天 这份将心独运 不禁让人对影片的期待值直线上升 《长空之王》的幕后风采 刘小士导演在专访中深情回忆 影片筹备期间 他曾亲自前往是非原的公墓祭拜 开机时 整个剧组也一同前往幕原缅怀先烈 他们惊讶地发现 原本《空无一物》的墓地上 如今已竖起了新的墓碑 象征着是非原们不朽的精神 这一幕也被巧妙地融入了电影中 成为了感人至深的场景 剧情简介《长空之王》以是非原为主角 他们是勇敢挑战极限的飞机驾驶员 肩负着飞行试验的重任 是非原们不仅要有精湛的驾驶技术 还需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无私的现身精神 而《长空之王》正是成功地将这种精神具象化 通过影像的冲击力 让观众深刻感受到是非原们的崇高与伟大 电影剧情自然 电影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情感 没有刻意的煽情 却能再不经意间让人类流满面 演员的一个细微动作 一句深情台词 镜头的每一次定格 每一次转换 都仿佛化作锐利的见识 精准的刺中人们的心灵 看过《长空之王》的人 每当看到飞机划破天际 都会眼眶湿润 因为那一刻 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淫逸化过天空背后的艰辛与付出 是非原们的英勇与是非原家人们的无尽等待 当飞机轰鸣声响彻云霄 他们同样会含泪 因为那代表着是非原的牺牲 以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坚守与坚持 王一博的演技依旧超长发挥 王一博所饰演的男主角雷宇 从飞行员到是非原的转变 也充满了动人的故事 导演刘晓士透露 《长空之王》中的角色几乎都有现实原型 但影片并未拘泥于单一原型的叙述 而是捕捉了每个原型身上最动人的瞬间 雷宇这个角色塑造完美 便是深受一位清华毕业生经历的启发 他冲破家庭束缚 舍弃了耀眼的光环 仅凭一场报告演讲 便踏上了是非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这导致了他与父亲长达三年的隔阂 当父子二人在江南与陕西之间 跨越几千公里再次相见时 那份思念之情早已超越了地狱的界限 父亲虽然内心深处期盼着儿子回到身边 但开口时却知说 想飞就飞吧 注意安全 这份深沉的爱与理解 让人动容 在大荧幕上观看这部电影 你仿佛能感受到那种 可能引发生理性流泪的共鸣 有笑有泪 绝非虚言 《长空之王》的首映成为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时刻 是飞员们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这部电影以其真实感人的情节和出色的表演 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是飞员们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 在荧幕上得以真实再现 令人们深受感动 让我们对这些无畏的飞行员们充满敬意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是飞员的故事 更是对勇气、毅力和奉献精神的赞美 它向我们展示了是飞员们 在危机时刻的果敢行动和无畏精神 为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勇敢和坚定 通过冠言